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扎扎实实的埋头苦干 到1930年9月 党员人数已发展到12万人 红军已有13个军6万多人 全国十几个省区的300多个县 建立了十几块根据地 革命武装已成辽原之势 可惜这种大好形势 没能继续发展下去 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对中国革命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但六大还存在到一些 在原则中的错误和缺点 对形势虽然有所认识 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 但是由业务中国革命形成 和世界革命形成 很快就要到来 所以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 运势不足 前面的强调 城市工作是打击重点 错误地打击了 排除了中间结局 一些领导人的头脑又发过热 左地思逃就滞涨起来了 所以1930年呢 出现了13的左群冒险队 他就是李立三 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在中共五大六大上 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0年6月 他实际成为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 错误地提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会使武汉银马长江等 左的判断和冒险计划 使党的组织和红军遭受惨重损失 在这一年9月的六届三中全会上 他受到批评 离开了领导岗位 然而李立三的可贵之处就在于 他勇于承认所犯的错误 而且用实际行动努力改正 兢兢业业工作了一生 对父亲那段的革命阅历和他为对革命做的工作 小时候我知道的是很不多的 因为我父亲不怎么喜欢讲这些事情 倒是相反 他经常讲自己犯过错误 他说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 也很心急 想得比较幼稚 总觉得革命几天之内就能够成功 这样的话就一下子犯了很大的错误 另外呢 他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20年的前阶段 他说他的工作比较顺利 这样的话也阻挡了他一些 骄傲自满的情绪 就犯了错误 在这以后 历史上也反复地检讨自己的错误 他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确实是很沉痛的 检讨也是很诚恳的 这一点我们作为子民也是很有感触的 1967年 李立三被害致死 1986年 中共中央以为他平反招选 他在1957年3月曾给毛泽东写信说 希望将来盖棺论定的时候 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 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 还算是一个能够真正改正错误的忠实党员 李立三最终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 中共中央在他的道词中充分肯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 在六大代表的名单上 我们找到了72号 这是王明的代号 那时他是刘苏的学生 仅仅是个列席代表翻译组的工作人员 王明基本上没有参加过国内实际革命斗争 回国后在中央宣传部当秘书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 他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米夫的支持下 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 反对曲秋白周恩来对立三路线的所谓调和路线 从而一步登天 取得在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 在此后的四年里 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 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 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白区几乎丧失殆尽 根据地丧失90% 而他本人一直坚持错误 最终走上了与李立三完全相反的人生之路 这个在六大上呢 还有一种错误的倾向 就是把这个工人干部和这个知识分子干部呢 这里起来片面的强调代表的工人成分 强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呢 要工人化 那么六大一共选出的这个中央委员和后部中央委员呢 一共是36人 那么其中工人就占了21个 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二 那么这种倾向呢 应该讲和共产国际呢 它是很有关系的 那么这样一种组织上的片面性呢 对以后六大以后党的工作呢 就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在六届中央政治局选举中央主席的时候 最终在周恩来向中发两人中选择了向中发 向中发 当过兵 工厂学徒 造壁工人 轮船水手和码头工人 1922年入党 并先后任武汉工人纠缠队总指挥 武汉工会委员长 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六大后虽然当选中央政治局主席 但没有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 1931年6月22日 他在上海违反地下工作纪律 个人自由活动而被捕 随即叛变 两天后被蒋介石下令 枪杀于龙华监狱 被向中发替换下来的屈秋白 犯过左倾错 1931年 又被更左的王明排斥于中央领导之外 从此他主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 鲁迅因此认识了他 才发出人生得以知己足矣的感慨 后来他来到中央苏区 红军长征后 他带病留在了江西 1935年2月 在福建长厅被俘 曲秋白 言辞拒绝了敌人的威胁又响 1935年6月18日 走上刑场 这是一片草地 他环顾四周说 此地甚好 拿酒来 然后坐下 痛饮数杯高唱国际歌 从容就义 1964年 谢时哉老人来到长厅 禁不住富士一首 从容就义 至于思 烈士文人 两得志 一曲高歌数杯酒 令人平调 动 吓死 吓死 在这期间 像曲秋白这样大义凛然 先后牺牲在反动派枪口下的早期中共领导人 还有彭派 还有彭派 运弹英 蔡和森 邓中夏 夏明汉 何书横党 蔡和森这位向导周报的主编 在敌人把他的四肢用铁钉钉在墙上的情况下 仍然宁死不屈 始终未向敌人吐入半字 直到刺刀刺进胸膛 心脏停止跳动 夏明汉就以前挥逼险下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针 杀了夏明汉 还有后来人 这首荡气回肠的壮丽诗篇 今天几乎家喻户晓 他们的英明永远留在中国共产党光辉的历史上 尽管六大有一些错误 但他的正确方面还是指导了革命的发展 特别是六大后的一段时期 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 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那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 是周恩来 后来 在谈到六大时 周恩来曾经不无遗憾地说 毛泽东还没有成为全党的领导 这是党的不幸 而六大召开时 毛泽东在哪里呢 他在井冈山 此时珠毛已经会师 在罗霄山上 毛泽东思索着 怎样从脚下开始 走出一条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 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 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初步总结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和经验 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给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 再次燃起希望之火 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 毛泽东还创立了织布建在帘上 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等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 并与诸德总结出 敌进我退 敌助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红军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 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六大 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他在实践中认识到许多六大 还没有认识到的新东西 最终在农村站住了脚 猪毛红军成了中国革命的象征 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道路 以后逐步为全党所接受 中国革命最终走上以农村为中心 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历史已经证明 这是唯一正确的中国革命的道路 猪毛红军在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 又向赣南闽西进军 这是1929年12月 在福建上航县古田村召开的 中共红次军九大的会址 会上通过的决议明确规定 中国的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担负打仗 筹款 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 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 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古田会议决议 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 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军队的问题 这是中国革命的独创 江西瑞金 曾经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1931年 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 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全国政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成为劳苦大众的希望所在 毛泽东曾用收拾金欧一片 分田分地真盲的诗句 来形容当年在根据地 轰轰烈烈大搞土地革命的情景 六大以后的中共中央 此时也加强了对各地红军 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的指导 顶岗山的星星之火 迅速蔓延到全国十几块偏远的农村 但是 毛泽东以农村为中心 开展武装斗争的思想 当时并不为党内 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领导人所接受 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 中央红军本来胜利地粉碎了 蒋介石国民党军队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剿 但是 忠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人 伯古来到苏区后 和从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起 排挤毛泽东 迫使他离开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这样 中央红军没能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 不得不撤出苏区 走上漫漫长征路 进攻中的冒险主义 防御中的保守主义 是红军忍痛离开刚刚开创的根据地 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又是红军在转移中损兵折将 湘江战役后 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 锐减到三万人 面对危局 毛泽东再次显示出 力挽狂澜的勇气和智慧 张文天 又名洛福 1900年出生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苏联工作期间 曾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 1933年随中共中央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 在六届五中全会上 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以后代替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在实际工作中逐渐认识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和左倾路线的危害 相将战役以后 与王家祥一起 向中央建议检讨失败的原因 六大之后最重要的会议 就是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 毛泽东 张文天 王家祥等同志 在会上深刻分析第五次反围角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势力的原因 强烈要求结束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 对红军的领导 这叫真理开了会议 红军一开的时候 伯伯主就做了一个检查 伯伯主这个检查 主要的用事这样子 他和你们毕竟我还清楚 就是他把这个五次伟交失败完全推到客观原因 规定当军队多啊 兵力强啊 武器号啊 还有帝国出去帮助啊 这么一套 做了报告以后 接着叫周总理做报告 就叫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周总理去检查 门来同志 做了比较合于铁官实施的 深刻的检查 那么这样子一下子 冒出去这个思想就占了绝对多数了 结果你看 真以后你把这个报告里的 带在一边去了 生死攸关的选择在这里做出 走向成熟的路 从这里开始 这座西南小城 因此获得历史殊荣 当年坐在这里开会的 抗辩的 激烈盘结的 坦率相劝的 甚至做记录的 当翻译的 一群生动的人 今天大都以故事 但他们所留下的功绩 却是伟大的 他们揭示的真理 却是永恒的 历史告诉我们 中国革命的路要遵循实践 而不是单靠本本 中国革命的指挥部在中国 而不是在莫斯科 遵义会议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 一个重要转折 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召开的十分重要的一次会议 他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 确立了毛泽东 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解决了最紧迫的军事问题 新的党中央 受命于危难之际 领导红军 继续进行举世文明的长征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盘缓在这栋当地军阀 留下的公馆里 并不是欣赏 他中西河壁 文业相见的韵味 也不是留恋 他周围的名山秀水 而是要倾听 他无声的教诲 雄关漫道 真如铁 而今迈步 从头越 摆脱了错误 羁绊的英勇红军 四渡赤水河 巧渡金沙江 横跨大渡河 翻越雪山草地 战胜了张国套的右倾分裂主义 最终在陕北 找到革命的立足点 和新的胜利的出发点 当红军苦苦征战时 日本侵略者的魔爪 已从中国的东北 深向华北 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 国内阶级矛盾 降到次要地位 面临新的形势 中国共产党调整自己的政策 在陕北瓦瑶堡 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新策略 随后是西安事变爆发 蒋介石被张学良 杨虎成囚禁 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 促成事件和平解决 停止内战 共欲外辱 接下来是卢沟桥枪声 中国守军奋起抵抗 日本侵略军 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平行关大捷 台庄战役 中华民族 读写全民抗战的壮丽篇章 此时 据中共六大召开 已有九个年头 六大上预言的 中国革命的又一个高潮 真正的改了 而迎接他的中国共产党 不再是幼年的党 他已经在毛泽东 正确路线的指引下 逐渐成熟起来 从又一次失败中 走向复兴 担负起 拯救中华民族 威王的重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cus Infinite